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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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回到第三節 上一節我們分享了一個 憑死 即是快死的時候見到一些冤親債主 或者是一些鬼道的眾生出現 回到第三節 我們正職 在佛法裏面 他又是怎樣的呢? Victor 你有看藏傳的一本書 《中陰救道法》 你分享你的閱讀心得 簡單來說 我不知道能否這樣說 藏傳佛教 修行 其實一個最忠心的地方 就是怎樣在憑死的時候 認出所有的提示 而得到解脫 可以這樣說 真的可以這樣說 這個說得好 他很著重中陰的救度 很著重中陰的救度 好 繼續 當你的身體不行了 我們上一集都說過四大的散懷 就是地水火風 逐樣會消退 好了 即是四大已經消退完之後 那裡有白光在上面 紅光在下面 在你的身體裡面 那就會 白光由上而下 是 紅光就是下而上 是 來到這裡 叫做一個中陰的地方 就會相遇 是 在心輪那裡 心輪在這裡相遇 很大的聲響 很大的 很刺耳肉龍的聲響 嗯 接著就會有一個光在你面前 一個令到你 可能連眼睫不開的光 沒錯 那個就是根本的明光 是 那根本明光是怎樣的呢 是否認得出它是甚麼 我們就可以解脫了 這個呢 上面的白菩提 下面叫做紅菩提 嗯 相遇了 它因為它要離開身體 那離開身體 它就會相遇的時候 它降下來 一個向上升 就在心輪這個為止 中弓 你用度加單度叫做中弓 相遇 砰 發生一個爆炸 爆炸產生星光 發生星龍光 那其實這個光 就是你生命是怎樣來的 這個生命 那個當時你入胎的都是你一股降 你記住 父母的 父精母血 一撞撞 是嗎 一撞撞的時候 你的中弓身三元和合 我們稱之為父精母血 撞了 如果沒有中弓進去的時候 你不成立 這個人沒有靈魂不成立 爆炸 你就進入去 到你離開身體 你的父精母血又是 紅菩提 八菩提 撞了 產生星向光 你認出它 這個就是我當年投胎的光 這個就是宇宙本源的力量 你認出你就定在這裏 你就解脫了 你就知道這個東西 但是你說 很著重世未講 這個就要傳承了 這個就是在實修上面 那好 那接著 所以很多憑死的人 即死過翻生的人 有些就說 首先第一時間 他們有個共通的 因為在西方 是做過很多憑死的 很多的案例 譬如陰間來的訊息等等 他們都會說 在憑死的時候 會有一個很巨大的聲響 這個已經吻合了 第二就是他們會經過一條隧道 第三 經過隧道之後 就會有一片光 或者是見到不同的 就是會見到身邊 睡了人在身邊 自己哭啼啼 見到很多親友 這個隧道是甚麼來的 就是紅白菩提相悅 月光不爆炸之後 那個光你認不出 那就進入下一步 就沿著中脈 向上離開自己的身體 那就成為中陰身了 是不是 那如果你業力重 那就向下面走 那你就立刻做畜生地獄餓鬼 就連中陰身都不用 不用 不用經歷 經歷了 為什麼呢 這個業頭胎就叫做 除業受生 除重受生 所以有些人 一生人都殺人放火 無惡不作 沒有做過好事善事 未死 或者他未死 神色未婚生 未婚生 未婚生 已經在地獄門前打開 等他來的 就是這樣 這個叫除重受生 他傾斜了 好了 有些是平平淡淡 每樣都有些 好像我們香港人那樣 華東稅災又捐錢 民川地震又捐錢 看到電視又會滴兩滴眼淚 都會去幫人 但是又會去說說是非 你陰下人 大間大惡的事 他未必會有俗 善事又有俗 這些就很多都會經歷中陰 經歷了中陰出來的時候 就會見到親友 然後呢 你繼續說 我不斷補充你所認知的東西 到認得中陰的時候 就會經歷第二次的這個 他出來之後就見到親友 然後呢 那是不是亦都會見到一些 各種不同的 在五部的佛和菩薩等等 好了 那你就說 會見到不同的本尊 在狀傳就會 即是見到很多佛菩薩出現 這個是會的 但是 有人就去問過喇嘛 問過那些上司 一些大喇嘛 他說 阿喇嘛 你們有去灌中陰文武百尊 即是有灌中陰經 裡面有文武百尊 有直正本尊 和憤怒本尊 他說你們有灌頂 你們就認得 但是我們看人 又念南無阿彌陀佛的 根本就不會見到西藏那些本尊 或者人家完全一生人都沒有聽過佛教 他只是信耶穌而已 他就是信或者他是土著 他信他自己本身的父母 他們的天地的神 那會怎樣呢 那人靈波車就已經回答了 你不認識文武百尊 你是不會見到的 你是哪個宗教 你就會見到哪個宗教 那個神來迎接你 是的 但是相對就是 你的神是好像波塞凍 壽司那些虛幻出來的 那種可能就是某一種鬼神 他是通過傳說 而去模仿扮演這種神 實際上是沒有這個神的存在 但是你們相信他存在 有些鬼神就會變成他 他靜接你 你就會成為了他的短熟 是吧 他就是什麼字頭 接了你 跟著你做了 但是原來做了年輕之後才發現 原來不是那回事 或者是他上天堂的 但是他不究竟解決 他也有自己的一個國土 是吧 就像西西里群島 他自己也有一個國土 是吧 但是你相比起中國 美國這些大國家 資源又差很遠 就是這樣的分別 但是有一個問題就是 很多人他不認自己死亡 生不認魂死不認屍 你有沒有聽人經常說做夢 夢見自己 夢見自己 夢見自己的那張車頭 想放在一個靈堂鞠躬 咦?這樣也沒有 你有沒有聽過 我的乾媽 或者上了年紀那些 經常說 夢見自己的靈堂 子女在這裡 跟自己鞠躬 但經常都找不到我 為什麼保善還未來呢 然後 你看看 生不認魂死不認屍 其實是否一個怕死的表現 第一 他不接受自己死亡 當他一不接受死亡 他錯過了一個解決 他錯過了 因為 你第一個中音 其實是比較清淨的 業力比較少 是 你第一個七日 那他中音有一個特性 中音有一個特性 就是說他每七日一個變化 嗯 他每七日一個變化的時候 他就會忘記了之前那七日的經歷 嗯 就像一個新生的人 那些夜風吹著他走 他越遲去投胎的時候 他的選擇越少 而且他那個去的度就越差 選擇好 選擇好就難很多 是的 譬如你的中音伸出來之後 你就不會記得之前那個 根本榮光是怎樣的 是的 然後不記得了 然後 他有一個特性 中音有一個特性 它叫香音 它就像鬼一樣 哪裏有人叫他 瞬間即至 他在香港死美國 有人叫他 那一說 一會兒去了那邊 是吧 好了 他越不捨得現世的東西的時候 其實世間就對他的執著 越重 如果他見到 為什麼中國人要守孝呢 中國人要守孝 其實是一種孝心 那種孝心就是 他知道有中音的存在 他回來見到 嘩我屍骨眉寒的老婆歐佬 你覺得他安不安樂 一點都不安樂 他不安樂 他會不會去天堂呢 他不會 走來變禮鬼回來復仇 是不是 小生怕怕 這樣 就是這樣一個道理 就算不是這些負面的東西 就算是剛才說的那個媽媽 就是病人的媽媽 沒錯 擔心自己的子女 沒有錢讀大學 沒有錢結婚 沒有錢交租 都不肯去 沒錯 都已經不肯去 何況這些負面的事實 所以什麼 未遣佛真 物得先食 那些 所以地藏經是很有智慧的 地藏經那種智慧 它是那種愛 它是生死兩相安 它不單是愛現世的人 它更加愛那些過了生的人 它都去慈悲和關照到他們 這個就是地藏菩薩 釋迦來佛的那種慈悲 然後繼續說 佛的佛出現 然後呢 然後呢 如果你認得這些佛的話 和他的心性相通 那也可以解脫 我們說一次解脫的意思是什麼呢 解脫的意思是否就是 離開了六道 不會再在這個六道上輪迴 是 沒錯 沒錯 如果你求胎去善道 即是三善道 人 天 阿修羅 這叫做三善道 三惡道就是地獄惡鬼畜生 就叫做三惡道 你即使做神仙也好 在佛的角度你是未解脫的 你還在六道輪迴裡面 因為你還會有下墮的人 舉一個例子 帝釋天 帝釋天呢 他以前是未信佛的 後來他才互持佛法 即是我們中國人所說的 欲王大帝 是 沒錯 就是帝釋天 帝釋天呢 他很開心 在這裡玩樂 但是呢 因為他們 天人死 就有五衰上縣 就是頭上那朵花枯萎 身上 開始出老泥 開始有一股秋美 沒有人跟他玩 還有他有宿命通 他可以知道他下一世做什麼 他下一世 但是他等死 他只能夠等死 是很可怕的 他不能去改變這個事實 所以他每天惶恐不安 因為沒有佛法 沒有佛法 每天惶恐不安 然後呢 他就去找佛陀 他就去找佛陀 哎呀佛陀 你看 書完胸打到上去 他就找西天如來不早 快點去請如來 這樣 好了 他就問佛陀 佛陀教他南無佛 念佛 是嗎 然後呢 他很快就死了 即是他不需要等那段 很漫長的時間等死 很快就死了 死了之後 真的投胎去做畜生 做個爐 雷 雷仔 很生氣 就拿一罐打他 打個雷仔 一打 胎就流了 流了 這樣他就出不成勢了 中陰就 投胎 回去做欲望大帝 那一剎那之間 已經完成了這個生死 那就回去 那一回去 因為他有宿命通 能益因果本活 立刻打了 為什麽我能夠投胎 做到低色天 一聽 原來我上一輩就是低色天 因為我掛著玩 不修行 就玩了腹部 跟著就知道自己要做雷 跟著就去問佛 佛陀教我念南無佛 教我佛法 我很快就回來做低色天 從今以後我要信奉佛法 信秀奉行 所以低色天住的地方叫做善法堂 在三十三天的正中間 善法堂就是用來請釋迦佛說法的地方 這就是韜利天 韜利天公神通品第一 就是佛陀升韜利天說法 韜利天就是印度文 亦做中文就是三十三天 三十三天不是三十三層天 是那個平面裏面有三十三個天 天是有三十三個人 三十三個天神在那一層 就叫做三十三天 不是這樣的意思 待會我們繼續去講